朗诵 我们现在请出这个丹丹为我们朗诵 澳大利亚著名的作家 这个朗达拜恩的力量 Kamben 有请丹丹 大家好 前面听到了很多有感人的朗诵 跟大家的心得 我其实今天也不是在网上 就是跟大家一起分享 因为我特别喜欢这本书 澳大利亚看之前 我有读过他的一本书叫秘密 很多人可能都有听过 或者是读过这本书 那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是 给大家读其中的一段 我非常喜欢的 朗诵说 爱是世界上最强大 同时也是最不为人知的能量 那么爱到底是什么 是吸引 就是说爱的吸引力量 吸引法则就是爱的法则 他正是让万事万故 从无数的银河洗到原子 保持和谐的万能频率 用通俗的说法来解释 吸引力法则说的就是 通俗相惜 他对你生命的利益简单来说就是 你给出去的 就是你会得到的 在生命中 无论你给出去的是什么 收回来的就会是什么 根据吸引力法则 你会把你给出的事 吸引你回来 无论它是什么 就像牛顿说的 每个作用力 都有一个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的 反作用力 每个给予的动作 都会创造出一个 接收的相反动作 而且 你接收到的 总是等于你得出去的 在生命中 无论你给出什么 都一定会回到你身上 这是宇宙的物理学和数学 你给什么 就会收回什么 当你帮朋友搬家时 可以确定的是 那份协助与支持 会以散电般的速度 回到你身上 而当你 对让你失望的家人生气时 那份愤怒也将被包藏在 生命情景中 回到你身上 你真是透过 透过自己的思想和感觉 创造你的生命 你所想 所感受到的 创造了发生症的身上 和你在生活中经历的一切 如果你心想 又感觉到 我今天过得很辛苦 压力很浩 那么 你就会吸引所有让你的日子 给了辛苦 且充满 让你的人 事物回到你的身上 如果你心想 并感觉到 人生 对我来说 真是太美好了 你就会吸引所有让你的生命 真正美好的人 和事物 来到你的身边 我特别喜欢这本书就是 我特别喜欢这本书就是 我平时会比较喜欢读一些 身心灵成长的课程 课程或者是书籍 我之所以喜欢是因为我觉得 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呢 是由你的思想 由你的情绪 组成我们生命的 生活里的品质 有时候我们身边会发生一些不好或不愉快的事情 可是它取决于你怎么去看它 就像有的人说的 今天下雨了 有些人会说 想着说 路上很灵灵 我 在把我船身都弄得很脏 他就不太喜欢下雨 可是有些人会觉得说 下雨了 好浪漫啊 终于又下雨了 所以同一种事物 我们对它不一样的反应 取决了我们自己的心情 所以我 我也一直在学习 如何让我的生活 变得更有品质 一些 那种品质 不是说不理想的 是你的思维 是你的思想 是你的认知决定的 我特别喜欢这本书 它是我的床头的一本书 整编书 就是当我每天晚上的时候 或早上的时候 我都看一看 嗯 我也啊 还应用到我的生活里面 跟大家一起分享 比如早上起来的时候 我闭不静地说 我真美 我很幸福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 今天我又要去见 新兴学色的会员们了 我要跟大家一起分享 我的心得 我也会听到 大家各位 其他会员们的分享 哇 真幸福呀 我在整个路上的时候 我就会充满这种 很快乐和幸福的心境 然后我还分享了一个心得 就是 比如你跟 这能改善你的亲密关系 比如我们每个人 其实让你生气 跟别人吵架的时候 其实是你内心缺少爱 缺少安全感 你其实 你其实是希望被看到 被听到 被珍惜 就像我们新兴学色 老师今天说的 那个主题一样 大家每个人都希望被倾听 希望被理解 希望被爱 所以 当我们有时候发现矛盾的时候 你要明白那个八路的人 他不是在指责你 其实是因为他自己内心缺乏 缺乏爱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就是 嗯 你跟你的太太 或者是你的先生吵架 你只要说一句话 你就说 你就认真地看着他说 我爱你 如果一字不行 你就说三字 这个秘密 我一般的人 我告诉他 我只能做 谢谢大家 很期待给大家 喜欢你们的分享 谢谢 谢谢大家